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樂週末週末一快快要漲停板 今天電子股很多股票真的是漲停板 各位重點是下個禮拜什麼股票會漲停板 對不對 我昨天在這裡公開告訴你 昨天爆一個6000多億的歷史天亮 然後我告訴你說各位船彩航運要退了 真的要退了你不要不相信 我告訴你2603的長榮 你如果買在82塊你會輸很慘 對不對 今天大盤大漲了203點 我們看一下長榮 今天最低還跌到了67塊 82塊跌到昨天最高83 假設你買在82 各位你是輸的慘兮兮的 對不對 我昨天告訴你今天電子股一定會大漲 各位電子股有沒有大漲 你自己看得到對不對 各位我講話我負責 5351的預創差一點點漲停板 有很多人喜歡做當沖 沖上來就沖掉了 但是各位 那沒關係 禮拜一如果再漲停 對不對 我講話我負責 昨天預創是不是跌 我在這裡是不是告訴你 開盤就會漲2% 一定開高的啦 真的開高 真的大漲 各位我講話我負責 好重點不是在預創 重點是你怎麼操作 各位加入我的W1788標股級先鋒 我會告訴你 來各位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你只要在這裡加入我的 Tagway我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各位 底部亮說好買點 來各位來看一下 預購下一檔的潛力起贈股 散熱模組最強最強這一棒 各位這一檔個股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我就給你 我就給你 我要讓你賺 漲停漲停漲停 好四月快到了 四月快結束了 你不要等他四月公佈 他的營收 單月的獲利有多少的時候 到時候你真的是漲停板 你都買不到 好各位再繼續看下去 來 這個圖很明確的告訴你 長榮從民國95年開始 大概20年了 對不對 20年了 最低是8塊多 漲到多少 漲到83塊 漲了10倍你還想買 創下歷史新高的你還想買 對不對長榮 從8塊漲到80塊你還要買嗎 好各位我再給你看下一張圖 這一張叫做林陽 林陽這裡是250 這裡才30塊 歷史天價250 現在才30塊你不要買 那沒有關係 你不要買我們來買 將來你可能買到40 50 60 我講話我負責 對不對 250 人家都創歷史天價 股價創新高了 他250這裡30塊你不要買 各位那你真的是有點神經病 浴創 各位浴創這裡是200多塊 大家你知道浴創的老闆是誰 國內的半導體教父 叫做盧超群 好各位 現在股價 26塊你不要 將來你就不要買 再62塊 26塊你不要買 你將來不要買再62塊 我講話我負責 各位 我這樣子講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你自己去思考 我們在這裡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只要告訴你 這個20年的大底 將來會不會再飙一倍 群聯 今天漲停板太貴了 你可能也買不起 小資族也買得起 浴創有資金的 我的客戶買50張 大概買100多萬 很多 各位 你有100萬你就買100萬 你有1000萬你就買1000萬 你只有50萬你就買50萬 你只有20萬你就買20萬 沒關係 鍾翔老師給你靠好不好 各位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專門計算主題什麼 WG88 我在這裡告訴你 好重點來了 各位來看一下 今天預創有沒有漲 各位 他都沒漲到 他都沒漲到 日KD指標開始 黃金交叉 禮拜一會不會漲停板 你看今天怎麼走 開高打下來 昨天買的人 新汪汪把他賣掉 一路拉拉拉 我告訴你 禮拜一 大概10點就漲停板 好不好 各位我講話 你自己看一下 2401的林洋 很多散戶跟著我買 各位 昨天外資又買回來了 昨天外資又買回來了 各位 還有3406的郁金光 我告訴我所有的客戶 480我要買回來 今天又來到了500多塊了 好各位 前一支的漲停板你沒有賺到 沒關係 打回來第二支你不敢買 我帶你買 他會漲到哪裡 各位你不要猜 我在這裡救了很多投資朋友 我怎麼救你的 3661的世心 我叫你不要買 不要買 各位 我在買的時候 400多塊 老師現在400多塊 為什麼不能買 你就等 你就等 因為中美貿易戰 影響很大 對不對 各位你就等 好 3228 我告訴你不要買 不要買 各位金利科今天又跌停板 你可以把金利科600塊 你去換成 4961的天域 280 天域已經快到380了 600塊現在變成200 200多塊 變成300多塊 快要400到400塊了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各位在這裡我要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把我所有的個股 我都攤在陽光下讓你看 對不對 各位 還有人在臉書問我 3227的原相 有沒有 今天 紅棒把那黑棒吃掉 我告訴你原相 如果沒有到200塊以上 你不要來問我 好不好 如果沒有到 210你不要來問我 好不好 各位 各位 股票市場 你如果真的不會做股票 你要不要跟著我來做 昨天我在這裡告訴你 昨天我在這裡告訴你 什麼 各位 我昨天告訴你 這些行員股 你一定要避開 對不對 各位 我們看一下2605 你看 星星 今天變猴子了 我講話我負責 我說你要去買40塊的星星 我拜託你 你不如去買育創 你星星可以買幾張 100張是不是 那你育創不敢買100張 各位 我告訴你育民了 育民今天開好高 開盤多少錢 快70塊 69塊 你只要10張就好 你今天一天大概輸8萬塊錢 各位 你去買育民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買原相 那你為什麼不買育創 那你為什麼不買林陽 各位 老師 航空股 恢復 航運股 今天量還很大 昨天4萬多張 今天2萬多張 散戶都在裡面玩 我知道很多散戶在這裡 在裡面是放空 好厲害 恭喜你 老師開盤我就空 老師我收盤就賺了 2603 老師開盤我就空 老師我又賺錢了 應該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空吧 一支股票從8塊漲到80塊 各位 你真的還想買 一支股票從多少 從10塊漲到20塊 你還不去買創意 你還去買長榮航 老師那個航空啊 將來這個 所謂的這個 疫情結束之後 航空啊 大家都會去載 隨便你 我沒有意見 各位 育民 老是育民69塊 那你為什麼30塊不買 你今天69塊如果賣掉 我告訴你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你不但可以環島 而且你可以帶你的家人 在台北的 你可以到金華去吃鐵板燒 吃牛排 國賓飯店吃A cup 還可以吃頂上 抱歉 現在頂上沒開了 現在頂上沒開了 那你是大贏家嘛 但是如果你買在69塊 那我告訴你 這個禮拜你只能吃泡麵 因為你是大輸家 老師我要做贏家 我不要做輸家 好 你要做贏家 你為什麼不買贏窗 老師禮拜一還能買嗎 我這樣問你啦 你手上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那禮拜一如果去買了 掌停板了 你要不要來參加會員 你要不要來參加會員 對不對 我講明白一點 老師預創我已經有了 禮拜一掌停板 我再看看要不要參加 好那沒關係 你有賺到錢我都恭喜你 但是我要在這裡要告訴你 各位 W1788標股極先鋒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各位 加入林中翔的團隊 我這裡還有一打股票 我這一支股票 我的看法是 他應該會漲五成 五成的意思大概是五支漲停板 五支漲停板的意思是 你買一百萬賺五十萬 你買一千萬賺五百萬 我在這裡我把觀念告訴你 你看一下你自己去打 這個叫長榮的月線 你知道長榮去年的時候 八塊 八塊多 到昨天八十三塊 如果你去年買一千萬 你到今年變成一億 但是如果你在八十三塊 你才去買一千萬 各位 那你大概變成 我不敢講 好不好 我不敢講 各位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這一支股票叫林陽 它歷史的天價是250 我們不要說 從這裡漲到250 我們不要這樣講 我們因為我們 也不需要講太多 如果這裡漲到250 那我告訴你 法拉利你有了 帝寶你有了 對不對 你下半輩子都無憂無慮的 林陽2401 它是二四裡面第一支掛牌的股票 它是很老的公司 它不會被人家去炒作 像類似什麼康友 類似什麼 那一種股票會下市 我放心好了 林陽他還有 林陽創新這一家公司 他持股非常的高 對不對 好 各位 國內半導體的教父 叫做盧超群 他是育創的老闆 他時常在媒體上 在非凡的節目 在很多的半導體的報告 他出聲音 育創 他是做DRAM模組 他除了DRAM模組之外 他還有做 None Flash相關的 我在我的Telegram裡面 我都講得很清楚 他有接到一些大訂單 我告訴你這個訂單 真的是不得了 去年他是虧損 但是今年 因為None Flash漲價 育創 我認為今年 他如果不漲個五成到一倍 真的是對不起 盧超群 那你慢慢看下去就好 好不好 你就慢慢看下去就好 各位 就像我講的 200塊對不對 現在26塊 將來會不會漲到62塊 你自己用看的就好 現在只要參加我的會員 我告訴你 進來首先 沒有的我要向你先買 等到三次頭可能就不叫你買了 可以做價差 好不好 各位 我講話我負責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 假如林中翔的團隊 我就會告訴你 我們的股票都是 屁股拖著讓你看 所以我們沒有 見不得人的事情 當然這一檔股票我們絕對不講 預購下一檔潛力的起張 三月營收已經年增33%了 第二季在這裡 我告訴你建設現在多少錢 建設現在是280 那這一檔標股是多少錢 這一檔標股100多塊 那100多塊漲到280 你認為它會漲幾倍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想好不好 你自己去想 各位你自己去想好不好 各位 W788我最近參加的這個 人數越來越多 參加我粉絲的也越來越多 眼淚越來越多 各位看一下 我在這裡看一下 各位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那個什麼 各位 你加入我的 我的這個 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OK 看得很清楚 各位在這裡 我都講得很清楚 各位我大概你加入我的 別的老師不會寫這個 別的老師只是說 他什麼股票漲停了 他什麼股票怎樣 他股票 他股票從10塊做到50塊 50塊做到100塊 200塊做到400塊 各位 沒有評沒有劇 那這種你可以相信 好 各位 來看一下 我有寫 我寫得很清楚 低 低亂現貨漲價 各位 由於三大支出 好各位 來各位 我裡面都有文章 我如果沒有文章 你就不要參加我的 臉書 你就不要參加我的 我有文章 而且我寫得清清楚楚 各位看一下 標準型 立基型伺服器的 低亂一直在漲價 包括三星海力士 這些低亂大廠 但是各位 最重要的是 5G搭配的低亂 跟所謂的三大低亂 各位在這裡一直漲價 受惠 預創 怎麼個受惠法 他有接到什麼訂單 我在裡面都寫得清清楚楚 你參加我的臉書 參加我的Telegram 我的Telegram 這兩天而已 各位 裡面有照片 看一下 裡面有照片 那現在看的人 已經超過了 一千個 超過一千個 各位超過一千個 你自己要不要看隨便你 各位 我不用講太多 因為今天禮拜六禮拜天 你需要好好的思考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股票 你能夠賺 五十萬 你就不要只賺五萬 你如果能夠賺一百萬 你就不要只賺十萬 你如果有本事賺一千萬 你不要只賺一百萬 我講話我負責 各位 你自己看 老師 賺一千萬很難 不會啊 我問你啦 長榮啦 八塊錢 到八十塊 多久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你一百萬 你一百萬變一千萬 老師那時候 那個SARS 不是SARS 老師那時候那個 新冠肺炎 老師那個 航運 大家都不出國 老師航運都快倒了 老師我不敢買 不敢買 人家漲十倍 你不要多 你買一百萬 丟在那裡 你當作 這一百萬 當作定存 你後來變成一千萬 好各位 那我問你 預創的盧超群 你這裡丟一百萬下去 你認為會不會變成 兩百萬五百萬 你認為呢 會不會變成一千萬 你認為呢 好各位 那你說老師 那我丟一百萬在林陽裡面 我林陽會不會變成五百萬 你認為呢 我不知道 各位 長榮已經一個例子告訴你了 他一百萬變成一千萬 各位 那你認為呢 好還有這一檔 各位 三月的 三月的營收大爆發 這一檔潛力股 你認為會不會五字漲停板 你認為呢 你怎麼認為的我不知道 所以各位 在這裡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在這裡 我帶你做 好 各位 我再一次的告訴你 好 我在這裡 我講話 完全負責任 3661的四星 各位 各位 你如果九百九賣掉 你現在 你現在 你六百塊賣掉 現在剩下兩百八十 兩百多少 兩百五十幾 兩百五十一 如果你換成四九六一的天域 現在變成三百八 我講話我負責任 各位 你有沒有這樣做 好 各位 我再一次的告訴你 好 各位 一百萬變一千萬 你要不要 我不知道 你自己決定 好不好 各位 我不知道 你自己決定 禮拜一 哪一支會漲停板 各位 我再一次的告訴你 W1788 標股極先鋒 我會告訴你 禮拜一 哪一支會漲停板 各位 趕快 W1788 標股極先鋒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打電話進來 各位 我還要送你這一檔 標五支停板的股票 謝謝 本公司以網直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